來自專政的消息 民進黨將其市長參選前 土星鐵 今天最佛正式成立律師或王國 由律師 甘建神 丹晉會長 副會長是律師 昂青仔 兩人親自出席 立庭 土星鐵 表示將保障以及捍衛 土星鐵的參選款業 拍一張公平公正的選政 提供選議曝卜 當時在輸咬的時候 提供法律意見 我個人看法是說律師 他有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 他有他的正義感 那 土醫師他是個人才 要出來競選市長 所以我覺得他需要 有強而有力的律師的後援 來給他做任何方面的一些 法律上的意見的解說 或是說給他提供一些 在選舉期間發生什麼法律問題 給他隨時提供一些意見 幫助他 那麼也捍衛他的這個權益 土星鐵共町 社會上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律師騎出來捍衛公平的正義 需要很大的大的勇氣 法律人是在診斷社會的病情 提出法律 或是提出一些書法上的改革之道 來捍衛人權公益 治療社會的病 那我這次出來就是要希望在嘉義 能夠把嘉義的各種各樣的病態 能夠提出診斷 提出解決之道 這個前提之下 法律人各種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有這麼多的法律人出來支持 來幫助我來改革嘉義 讓嘉義更好 讓嘉義更健康 這個我非常非常的高興 土星鐵律師奧官會 不僅有二十多位的律師參與 由嚴根城律師擔任會長 向千涯和曾經員律師擔任會長 此地奧官會就很順利 土星鐵競爭中部 十三後 也將建設基金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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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時報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也將都特別南下為他來騎台走散 西新新聞 東京平王宇 三角以起彩虹報道 請到